智力传递当代精工人文概念 将理性设计融入细腻的思维 一件件作品在充满想法的框架下 又有手作的温度 让人爱不忍识 今天我们的镜头呢 一起带大家来欣赏的是 台湾的当代金属工艺 在这个金属工艺中 融入更多的粉丝 比如说花旗一定要长得像花旗吗 又或者是这个戒指 一定要有宝石当主角吗 那么今天我们来拜访的是 王岐老师 老师你好 我们想让他就是借由 就是有一些学生 他很喜欢做金工 那他可以借由金工这个媒材 他来告诉我们说 他所看到的世界是长怎么样的 王岐的作品如同他阐述的 常常提出不同角度看世界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老师的作品了 如果主要呈现的也是提出一个反思 为什么矿石它一定得被镶嵌在上面 所以我一开始做的其实就是这一些 我在玩一些矿石比较有趣的镶嵌方式 到后来我就会想说 那矿石跟金属它一样都是来自于土地 那为什么只要当矿石跟金属座组合起来变成一个首饰的时候 那矿石就会变成主角 有时候我们会接受到一些邀约 那像这个是跟之前跟潘怡良老师合作的 就是2022的矿山艺术节的服装秀 跨界结合除了时尚服装 也和戏剧共同激动出金属的美学可能 我那时候最早是接触聂颖娘的道具 所以我帮聂颖娘做那一把刀子 然后我就觉得好有趣哦 这个世界太有趣了 原来我们金工的世界可以 在电影里面我们也可以做 这种金属很硬的东西 然后它可以在我的手里变成 就是我可以随意地操纵这个很硬的东西 变成我想要的样子 我非常的着迷这件事 在这个金工工作室中 除了王安琪老师还有王毅婷老师 两位艺术家不间断地创作 呈现多元丰富的作品 在这个金属工作室呢 我们还有看到的是王毅婷老师的作品 那老师要不要聊一下 在我们眼前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造型非常特别的 它算是饰品了对不对 对 它其实是首饰 这个我会来自于大自然 它自然给我的这个造型的一个引导 然后我如何透过这个造型 而不去破坏它原来的造型 去设计这个结构 在这个工作室中 也开放课程 让有兴趣的人可以好好花时间 共用学习钻研金工领域 在敲打锻造中 演练出令人动容的美好 只有甜腻和奶强来自豪采访不到